赵绍康辩论会火力惊人 副总统辩论会今一日举行 在第一阶段深论的部分时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就提到前 卫生署药正处常王会珀曾说过 在赖清德当立委的时候 关说某厂商的精神病科的用药 对此 前立委郭正亮一日就表示 赵绍康准备了非常多 赵绍康的攻击火力惊人 而且都是很实的问题在追打 赵绍康连王会珀的事情都把它挖出来了 每个地方都有打到一些要害 引发讨论 赵绍康表示 前卫生署药正处常王会珀曾说过 在赖清德当立委的时候 关说某厂商的精神病科的用药 这让赵绍康直言 你当立委可以关说用药 结果王会珀不从 赖清德就砍预算 冻结他八千万的预算 不给他通过 赵绍康更直言 我请赖清德说明 你当立委怎么可以去关说药品 王会珀现在是公开在指控你 你当副总统 房子还要国安人员违法去帮忙看 赵绍康认为 赖清德比前总统陈水扁还不如 陈水扁至少当立委的时候 我没有听过有任何贪毒的事情 赵绍康担忧 赖清德再担任立委就这样 再担任副总统就这样 当了总统还得了 郭正亮一日在政论节目新闻大白话中表示 赵绍康准备了非常多 我刚跟陆营的朋友聊天 他们认为赵绍康的攻击火力惊人 而且都是狠实的问题在追打 郭正亮更说 赵绍康连王会破的事情都把他挖出来了 每个地方都有打到一些要害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金一日接受董事长开讲直播专访 对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称中华民国带来灾难 侯友宜说 赖清德身为副总统 而且又参选总统 做出这样的发言 到底是参加哪国的选举 可以让人民信赖吗 至于赖清德后来解释是诗言 侯友宜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是诗言 是真心话 针对赖清德不尊重中华民国宪法 侯友宜也提到 赖清德台南市长任内 长达232天不进市议会 遭监察院弹劾 认为他背离民主与法治原则 伤害宪政体制 侯友宜还说 赖清德面对违建争议必重就轻 莫申报 莫缴税 公益信托进度到哪了 说一个谎 就必须再讲十个来源谎 莫资格 做领导人 谈到居住议题 侯友宜提出 安心租 拼设宅 职炒作 挺青年 优先住等政策方向 他表示 赖清德在台南市一户设宅都莫盖 而民进党政府喊出的20万户设宅 包括兴建中 带开工 规划中 根本空中楼阁 另外 侯友宜强调联合政府势在必行 他指出 领导人必须有诚信 他讲过的一定算数 当时签下政党协商共识 希望为台湾第三波民主改革建立典范 重点就在团结大家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有签署 云林现场张立善一日傍晚到南投竹山陪国民党南投二选区立委候选人游号车扫 夜市败票 对于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在下午电视辩论会中 竟称民进党比较会治国 更会拼经济 让他忍不住批消说出这种话表示他根本无法体会基层民众心声 国人的感觉最重要 张立善说 这几年物价波动严重 就算基本工资掉涨 再怎么加薪都跟不上物价 才造成民不聊生 苦不堪言 这从基层民众的口中 生活当中都可以清楚感受到 张立善并表示 国家对于社会底层比较弱势的人 相对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生活上的依靠 不应遗漏任何一个需要照顾的人 身为副总统候选人 也许他无法体会基层民众心声 才没有这样的感觉 他并举出 当初发放三倍劝 五倍劝都是超收税金 本就硬还税于民 搞得好像是中央政府施舍人民 痛批民进党不应欺负人民尊严 尤浩也怒斥肖美琴睁眼说瞎话 要欺骗民众 之前先欺骗自己 他说 民进党执政八年道行逆施 人民是痛苦的 青年买不起房 疫情期间荒腔走板的措施 还大发口罩疫苗国难财 民进党不止治国无能 八年完全执政更是失败 2024选举唯有政党轮替 台湾才会更好 亏党卿手 成为了